大家好 我是Den 4月14号 首尔法院召开了琼音事件的一审最后一次公判 当天在检方审问养母的时候 养母用战斗的声音反复的回答 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琼音是为重状态 而养父也是反复主张 万万没有想到妻子会打琼音 否认了自己所有嫌疑 当天在法庭 检方拿出被质疑是XX在琼音的影片后 审问了养父养母 检方先是播放了琼音看着养母的眼色 劈开两腿非常吃力的站着后 倒在地板上的影片 检方问养母拍这个影片的理由 养母回答 这是因为琼音脚底流汗所以滑倒的样子 因为当天流了很多汗 所以就想要拍影片流下来 并不是体房 然后另外一个影片是拍下了 养母对着刚睡醒的琼音 用非常生气的声音大喊 快过来的样子 对此养母表示 孩子刚睡醒自己没能用善良的声音 反而是用了很可怕的声音 所以孩子是有点害怕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是在玩我当坏人的游戏 你别开玩笑你啊 然后对于事发前开始 琼音全身无力的样子 养母表示 因为没有好好吃饭 所以我有打过她 头 脸 肩膀 胳背 屁股 肚子很多次 部分承认了自己的暴力 但是对于琼音直接的 腹部内脏损伤 养母表示 孩子因为不好好吃饭 所以只是前后三次左右 抓住双手抬起来 摇了几下而已 但是琼音还是不吃饭 所以就用手掌用力的打了一下 而因为最后还是不吃 所以就再次抱起她 用力的摇动后大喊了一下 结果就不小心将她掉在地板上了 养母到最后也是坚决否认了 检方以及法医学专家们主张的 将承宁摔在地上 用脚踩了肚子的事实 然后对于检方提问的 为什么没有打过大女儿 只是差别对待琼音 养母回答 我女儿很懂事 我女儿 如果又把承宁当成是自己的女儿 这里应该会说是大女儿 而不是我女儿吧 然后一直主张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养父在法庭表示 我相信妻子所以没有怀疑过 虽然知道妻子对琼音没有感情 为了续孕也只是打过手背跟屁股 但是万万没想到会这样打 如果知道了 就算离婚也会阻止的 然后在检方审问 事发前一天看到琼音只能勉强的走几步 为什么没有带去医院 养父回答 当时只以为是流感预防症的后遗症 没想到是一整天都那样 在看到CCTV后感到自责了 然后对于养父传送给养母的短信中 有指称琼音是kychanian的部分 养父表示 这是刚领养不到两个月的时候 当时琼音只有一步抱就会哭 所以真的非常累 而且这也不是公开说的 只是跟妻子私底下说说而已 私底下说自己的女儿是kychanian 总结一下养父的主张就是 我不管都是老婆的错 最后检方表示 受害者因为严重的暴力而内脏断裂的情况下 在事发当天有被强烈的踩到腹部 而收到了致命伤 所以请求法院将养母判处死刑 而对于养父则表示 你任何人都知道养母的恶心 但是没有做出任何保护受害者的措施 导致受害者遇害 所以要求法院对养父判处 7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警方接着表示 如果被告人们没有领养的话 琼音应该会在别的家庭幸福地成长 琼音跟自己的意志无关 从被领养的那一天开始 就变成了令人厌烦的存在 时常被放置不管 遭到了无法承受的暴力后 也没能接受治疗 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小琼音没能向任何人求救 也没能做出任何抵抗与反击 更是没有犯过需要被打到骨折 内脏破裂的错误 他能做的也只有在痛苦中 勉强地维持生命而已 因为没有吃饭 妈妈愤怒地打了自己 而妈妈当时的那个表情 是在巧音记忆中 妈妈最后的样子 当天 杨母在最后辩论中表示 没能照顾好比生命都宝贵的孩子 忘记讲了这个 当天法医学教授也到法庭作证表示 看巧音的右手臂的话皮肤很干净 但是骨头下方完全粉碎 这代表了什么呢 是有人故意扭断了巧音的胳膊 而且应该也发出了 无毒毒骨头断裂的声音 比生命都宝贵的孩子 媳妇儿 啊 每次看到相关新闻都会上火 话都不会说的天使孩子 是受到了什么样的痛苦呢 养母这女人根本就不需要判决 直接让她遭到跟巧音一样的痛苦 管她什么人权不人权 狗父也一样施暴了 怎么才七年 在干嘛 检方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愤怒的表情将会是巧音记忆中 妈妈最后的样子 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心碎 如果不是你们 巧音应该会受到很多关爱 拜托你们不要请求原谅 剩下的人生都在痛苦中生活吧 现在真心觉得 连死刑也是便宜他们了 养父养母的宣告日会在5月14号召开 我会继续带给大家最新后续的 下一个消息是 之前台湾女留学生 在韩国遭到酒驾失误的那件事情 昨天韩国法院判处了 被告筋谋有期徒刑8年 这是比检方一开始求出的 6年还要高的量刑 在韩国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当然酒驾夺走了一个宝贵的生命 8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酒驾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事情才8年 这判得也太轻了吧 好傻眼 这还因为是台湾人 所以判了8年 如果是我们国家的人 顶多就是2年 酒驾的人也公开个人资料吧 应该要制定酒驾的人 不可以再开车的法律 酒驾的人公开个人资料 不可以再开车的法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哎呀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